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两地股市的收市情况 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那今日两市低开之后呢 一路是维持低位震荡态势 午后继续下行 截止收盘 上阵宗指收报在了3383点 跌了12点 宣政城指收报在11292点 跌了57点 港股方面横指今早 今日开盘高开了0.04% 那之后维持震荡 截止收盘 横生指数收报在了28518点 跌了75点 全日成交额在952亿港元 好 马克我们来回国到时隔近两年 这个A股的两市的这个融资 融券的这个余额 我们看了几乎又是 突破了一个万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 那您觉得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依然这个户值 还是在3400点的这个位置左右 在拉锯的 为什么大家好像这个资金 依然还是如此的乐观呢 我看乐观有他们的这个理由了 其实从2014 15年的时候 这个震荡到现在呢 我看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 那因为从大的格局来说 红旱经济我们看总体的增长率 尽管我们需要把它压低一点点 但是呢 那还是非常高速的增长 另外一个方面 对大部分的企业来说 尽管也是有他们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看现在从过去几年 特别是控制这个杠杆 或者是在库程方面 很多的问题方面也是慢慢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处理没有出乱子的时候呢 应该说我们从这个股东的角度 投机人的角度应该还是可以接受 毕竟我们需要冒一点点风险 才可能有这个回报嘛 从投机人的角度 现在国际市场里面 对A股或者是透过港股的这个市场 去理解A股呢 基本上是越来越明显 否则在过去年初到现在 港股不可能涨那么多 基本上就是我们看 直立制车啊 平安保险啊 或者是腾讯 特别是腾讯 从这些跟中国相关的这个 巨大的这个商机来说呢 我们还是有这个兴趣 只不过因为在2014 15年的时候 有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波动以后呢 我们不需要马上集结的 从A股的市场里面 去做很多事情 我们有互联互通 有这个互港通 深港通也有这些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 分流出去 但是呢这个乐观的情绪 我相信是没有改变 我自己个人看法是 重点我们看股市 还是看盈利增长 看总体经济增长 基本上只是是没问题的时候呢 我是对A股跟港股都是乐观 那说到这个港股 我们来说说这个港股 因为最近有陆续看了一些企业 开始想在这个港股市场开始退市了 那首先就是一个美国知名时尚品牌 这个Tapestry 就是之前的这个Coach 那就宣布说从联交所主板退市了 那就在前一天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嘉能可 也是宣布呢 希望可能会拟从这个港股来退市 那理由都是一样的 都是由于成交量偏低 以及要集中投放资源 在第一上市地的纽交所 那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说的话 是不是这整个的港交所或者是这个港股市场 已经失去它的一个吸引力了呢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对一家国际性这个企业来说 他们最重点是怎么看呢 他们从这个财务的安排 或者是上市融资的安排 要看不同的地方能够容许他们做什么事情 也有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比方说有些外国的 欧洲或者是美国的 他们的企业 他们根本就在本地已经上市了 可能需要在亚洲地区推广 介绍他们的品牌 或者是容许更多的投机人去了解 但是我看这个安排 对香港来说 其实呢 来讲是非常明显 这个定位应该说是把 内地的企业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国际性的投机人 他们了解 然后反过来 让国际性的这个企业 或者是国际性的这个投机人 能够在共同的 在一个比较公开开放的这个地方 去做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操作 我觉得这个安排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尽管他们可能需要从这个 上市以后流动性比较低 或者是上市也有费用 维持这个上市地位也有费用 很多时候他们看 也没有特别需要了 反正他们在可能在伦敦 可能在纽约已经上市以后呢 他们也需要在当地一些 差不多的品牌 差不多的这个企业 能够容许他们在这个股级方面 可能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是很多元化的这个考虑 也不一定代表我们看这个港交所 没有这个位置的这个问题 但另外我们看到在港股市场当中 其实这个中资企业的比重是越来越高了 包括像这个内地的这个内营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占了有15%左右 那是否代表接下来可能这个港股 会受到这个A股啊 以及整个这个中资企业的这些业绩的影响 会多一些呢 对 肯定是啊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跟10年 或者是20年前去相比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 现在很多人说 是不是港股A股化 对 但是我看也不一定是一个方向 也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A股的投机人 他们也是在外面去了解 去看一些不同的事物 基本上两个方面互相影响 互相互动的时候呢 我看这个对港股来说是比较好 因为陈许在A股里面 可能在这个安排上面 这个股基方面这个冲盖回落的这个情况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不一定是好事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对港股来说 基本上是很多很多角色 好 谢谢马克的分析 好 那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回来 再见